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去买一点,因为它这个比较便宜嘛 从Facebook上面看到它 就是会什么17号到24号这一周呢 它都在卖这个鱼箱 而且很多这个鱼箱是有一名自己的 所以说现在就是去买一下鱼箱 另外呢,再去一个鱼箱 这个iPad我们加一个这个 其他就没有什么事了 所以说今天是比较休闲的问题 我跟大家说说呢 就是加入我读ESL学校的这个 一些体会吧 因为我前前后呢 读完一年后 这个学校从零区处开始 而且就是读了两个学校 一个是安神 那个是 我想听说 我现在说的 那还是谁的 我的体会是什么呢 就是讲的 其实呢,语言啊 的确是要有天赋 另外呢 你要想更好的去 学校语言啊 语言啊 你一定要走出去 你不走出去的话 你仅仅是靠书本啊 靠电视啊 靠广播啊 这样去学的话 可能会慢一些吧 反正我个人是 感觉就很慢 嗯 第三个呢 就是说呢 这是生活必须的 嗯 因为你讲了说你在这里生活 它的一切的东西啊 都是在互联网上可以查到的 包括你的这个什么 地税 嗯 拿了多少 多少钱的教育费用 拿了多少钱的这个 就是社区开支的多少钱 交给这个 嗯 反正各种各样的明媳 它上面都有 嗯 就跟我钓鱼一样 它在这个 那我现在分了很多一个区 在安省也分了很多个区 各个区的规则是不一样的 嗯 有的区里面呢 也可以叫什么鱼 有的区 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 是关闭的 不可以钓的 这一切呢 都需要你有语言 嗯 英语的那个阅读能力啊 这些 去 去了 了解它 所以说你才可以开门 嗯 我是给予 就是讲 嗯 你要在这里生活 你要在这里 就是更好的 嗯 去 嗯 怎么说呢 去 去 去吧 嗯 你就应该去去 所以说你要走出去 走到外面去 不管别人跟你说什么 其实呢 嗯 语言学校的一句话 我是很欣赏的 就是微笑是最好的 语言 这句话是很好的 就是 首先你对待别人 就是讲 你应该是有个笑容 嗯 哪怕你不懂 这边呢 就是讲见怪不怪的 只要你出去了的话呢 你就会 别人也乐意去 就是去 跟你去说话 跟你去沟通 这样呢 就是说 你的语言啊 就是音语啊 就会有很大的进步 这是我的 就是讲的 一个体会 嗯 另外呢 首先你要先听懂 因为它跟我们课大师学的 是不一样的 这个听懂呢 你是怎么 你要重复的 它重复的 不停地说这个话 慢慢的 你就会 就会 听得懂 其实就是说 一开始 你们还不是 不是文蛮 我们是长期了 看也看不懂 就是像虾子一样 看也看不懂 听也听不懂 龙子一样 就其实也听不懂 是吧 还不是文蛮 就是首先呢 你要进化到文蛮这一步 就是说 你不会写不要紧 你要会说 你要能听懂 那就行了 我觉得这样就行 就已经是很好 然后呢 你假如说 基于我的需求的 我是想去 钓鱼啊 打猎啊 有些什么文蛮制作啊 因为一不小心 说话话话话话 那代价是很高的 所以说你是需要 你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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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调话话 知道它这个条例是什么条例 哪种鱼不能拿 哪种鱼 哪种鱼 哪种鱼不能用 要用什么样的这个 幼耳 是吧 什么机器不能钓什么鱼 都有规定的 不是基于拔 因为是我个人的意味 所以说我学语言呢 在 安省的时候 我学了一年多的语言呢 面面叫做道士杰呢 其实呢 也就是讲 很多东西还是不治理 当时呢 我们是什么的 我们是去驻博异工 将近一年的一个 就是 去 接送这些 就是想需要帮助的人 用 用一个慈善机构的 一个 一个车 去 跟我这部车是一模一样的 为什么选这部车 也是因为 我开了 开了 一年多 开了将近一年 那部车 我觉得还可以 所以说 我就选了这部车 就是 跟他们交流 因为你没办法 你是没有会员的 就是 会议里的 或者会组 会议里的 去帮助 你只能自己去 去跟这些 就是所帮助的人 去交流 你要安全的 把他接上车 还要安全的 把他 他到了视频一下 这个视频以后呢 你还要安全的 把他送回家 是吧 这个就是讲 就你就 就 就 强迫你去 用英语去跟他们交流 所以说 那个时候呢 你查了那个时候的 英语呢 就是这样 我会冷静的 他 又更用心 他会去 查 这些 词典啊 有些什么关键词啊 打电话 等等 可能就 紧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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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紧 所以说 我就 就没他那么大 嗯 包括到现在 他也是一样的 我们在美国去 横川 整个北美区里 我们四个多月 你的意识住行啊 全不是 就是讲 除了我开车 我去愣路这一块 全不是我去复杂的话的 所有的语言的交流啊 找营地啊 嗯 我在网上找到营地以后 他去订营地啊 嗯 都要 都要他的 他去跟别人去说 所以说 那几个月 我觉得我的听力呢 也有很大的进步 所以说呢 我的体会呢 就是说呢 你要去多听一些 包括我现在的 哎 一二十月的老师啊 我在读书的时候 读了一个多月的时候 他也没有说 大家你要去参加 你要去工作 没办法 但是呢 我告诉你 你其实呢 你每一天呢 你呢 就是 一定要把广播开开 就是去听广播 广播里面呢 他就告诉了 我这个频道 97.95.7 这个频道 这个频道里面呢 就是全部是 关于天气 关于交通状况的 所以说这个是很好 嗯 我就觉得是这几点 因为在国内的 假如你要去学的话呢 你应该是去多看一下 就是讲这些 最好是不要有英文 不要有中文字幕的这些 美剧 你看一下老友记啊 还有那个什么 我不知道这个是什么片子 因为米沙沙天天看 这样可能对你的语言 可能也有些帮助 这个对我来说 我现在就想 确确实是要玩好 一定要去学后语 你不学后语 根本没办法 行吧 我差不多也到这里了 嗯 今天就说这一些吧 我想把这个视频 能控制在十分钟之内 是最好的最好的 行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的观看 谢谢大家 哎 看看我们家的大龙虾 哇塞 哎呀好沉啊 不过来 也许是哦 有点薄 好沉啊 摇黄虾 啊 嗯 感谢观看